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给他吃好的然后尊重他 你一定是他的主人 你可以不离不弃 你可以不是很爱他 但是你不要抛弃他 但是就是你就尊重他 跟他平等 如果是在一个屋也是要生活 你就平等齐居也是就这样 慢慢的你们的感情非常好 你要是太腻腻的那种 那是蠢物那不是狗 就会让这个狗丧失了那种熊性的能力 就是他就没有那种 就是这只狗就凶联不出来了 就是那种很软弱就是蠢物啥呀 真的是猫眼能一巴掌把他拍死 就是你要是这就是蠢物啊 蠢物是没用的知道吧 蠢物是咬不了栽的 很多人去养一养东西 要么把他当蠢物养 要么就是 就是说不管他或者什么 你看其实农村人 有时候养狗出来的 反正就是你就是我家的一只狗 反正你也看了我也为你 我也我也爱你 也不是什么样有感情 其实淡淡的其实挺好 但是你要是说培养这种 优良品种的狗 你对他的种种 稍稍刻意的一点点照狗 他会很感动的 你要是太厉害他的话 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应该那样 你就是平平的 他就是狗你就是主人就是人 狗跟主人是有区别的 然后呢你对他对待他 然后你可以的给他加点东西 食物啊今天为他个骨头啊 加一点骨头啊 加一点肉他就很开心 就是生命等级不同 就是平等性 但是生命等级是有区别的 你养成蠢物就没用了 配偶现在已经养成蠢物了 这么很多人要 在家一样 要么蠢物 就是要么就是 就像阿里说的 就是 就不管不顾的 就是反正 就好像 你小孩子 我爱猫 我爱鲸鱼 回来了你掐死了 就爱着把他贴 他不懂的 他就回来 爱三天 把第四天不爱了 把他真 饿死他 就是管也不管了 就是两种极端 这个 这个养蠢物 你不要 很多人养蠢物 他为啥把他养蠢物 因为他依赖 依恋 他孤独 他孤独寂寞 他依恋一种感情 所以他会把兜蠢物 拉回来 当成自己情感上的互相依恋 这样这个狗就很难 其实 并不能修裂出一只很优秀的狗 就是尤其打猎 那种猎狗 那种那些东西 就像那种 就像这种鳖 就是牧羊群 还有那种蟑螂 那些就是很优种的 那种狗的野性 就一下子 一当蠢物 把它就给霉磨了 淡淡的 跟他 跟他站在一起 他就是狗 我就是主人 但是呢 谁敢过来 很厉害 真的是 他那种气 他那种气就是 我跟主人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互相 互相保卫 互相保卫 就是那种 站在那 真的是捍卫着你 捍卫着主人的权力 你保护他 他捍卫你 就是那种 那个时候你就带着 就像新华 带着一只狗 去站在那 拍个骗子 那就很行为了 就是站在那 这边跨个 不用拿枪 你就连牵着狗 站在那个 站在草地上 但是你要咬出丑物 那个狗 就 就 也许抱着 也许 那就感觉是不一样 但是你牵着他 然后站在那 那就狗 狗是狗 你真的是很厉害 那就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看拍出的照片 他又不是景圈 又不是那种 部队上那种的 又不是蠢物 就抱着 那种 但是那个狗的那种 那种 个性啊 那种 你能把一只狗啊 把他的个性充分的发挥出来 那是平等导致的 就是最高的见 就是你跟他平等 那个狗就完全把狗性里边 那种 就是那种 狗 狗是很有义气的 仗义啊 狗是仗义的 所以仁义里这些里边 狗 狗是最义气的 但是狗呢 和自私 有狗自私 但是专注 自私专注 多疑 狗的个性里面 就疑心很大 他所以有点风吹吵 他就 他就会 就看 就疑心啊 怀疑你 怀疑有贼啊 什么 但是他很仗义 一旦他取得他的信任就可以了 OK 他就是一生会害了你 一旦他认中你 是他主人 一生他就会记住你 就很厉害 但那种气质啊 就是气质啊 狗站在那种气质 一旦那个个性出来的时候 就像这种 这种叫什么 编雾 就是他有品质的 有的狗是有品质的 有的狗没有 真的是掠准狗没有品质的 有些狗是活品质的 站在那 他不是你给他吃什么 他那种 他那种气质 那个神啊 那个野神 包括那种头那种 长在那种 就像那种帅 他他不是说是 他长的什么虎头虎头 他是站在那种气 他就很多东西 狮子也是 他老爷他叫那一声 百瘦闻尚胆啊 他那种气 他真的会吃他们 也不见了 他就那种气质出来 把他养出气质 淡定 平等 拍拍 安慰他 不是就是拍拍脑袋 你好吗 问好卫生 真的是很淡定 你回去就算家里 一个伙伴 你问他 然后给他吃 但是吃是一定要有的 你是他主人 你要 你是他主人 要给他吃好 要懂得他吃什么 一年四季 冲下秋冬 他要该喝水了 该吃奶了 或者是吃什么东西 给他搭配一下 懂 就是懂得一直 编目的 他是一年四季 要吃点什么 用什么营养的补充 你一旦把这个 掌握了 这个是个死规律 剩下的就是种种 没有别 不让他离得太近 也不让他 不处你的 不要他这里是要 太轻捏 太拱 那个是 那个就没大小了 知道了 你训练不出他 就没大小 他就会捏捏 他就会 有时候 撒娇啊 撒娇 撒娇就是太过了 要在他面前树里威严 然后呢 再教育他 那个一定给他吃好 吃饱 吃饱 最起码吃饱 在吃饱以后 再交流 那个狗的个性 一个有个性的狗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两种 很厉害 狗自私的 狗的私心 这种多疑 狗私心 私心很重 其实 很执着嘛 他就是 有时候 其实有时候 很执着 就是说 他只为主流一个人服务 也是私心 也是自私的一种 他不会看别人的 你对他再好 他也不会 你对他再好 他也不会 你很再好 他要认准你是主人 别人对他再好 他也会离开你 他会走开 嗯 那那只狗婆 十下有没有人 前夜做主人 十下有没有人 你们能认吗 他这个 你没有养出品质来 还是这个东西 这三年就已经养出重度了 真的不行 你真的没啥品质 你叫一下 你叫他旁边一路鸡 他走去西方一下 他也在一场 这也是在教育的 这也是在教育的 就是 你弄了一个想法 他也没可能 他没见过 就像一个人做事 教育的 这就是教育 就是 就是你 父母要教育孩子 主人要教育你的动物 你要真的想养他 但是你说随便养了 我就是当个动物玩儿的那无所谓 那你真想培养出一只 有良 有良品种的话 那就是要性格的 那你这个狗做事要有底线 你给他定的游戏规则就是底线嘛 有的可以吃 有的不可以吃 有的可以做 有的不可以做 要底线 可以有时候可以叫 有时候不可以叫 不是随便看见人就要乱叫的 在哪可以拉 这不是底线嘛 底线就是品质嘛 有些东西 有品质的狗 有性格的 有个性的 有品质的 最后跟主人差不多 笑嘛 咬咬咬 笑主人 站在那儿的样子 你慢慢看 快笑死 人家那个村子里的狗 都是你走到门口 就汪汪的叫 这只狗从来不叫 谁来了就跟去咬尾巴 他倒也不得 有的狗 有的 但是品质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这个狗是 真的是说是聪明的狗 他不是不叫 他觉得不值得叫 因为他在头脑里面 会判断 我该不该叫 就是说 我叫有什么意义 我叫是咬人 还是我是报警 还是我到底为啥叫 还是吓唬 那老天是狗 嗯 怕 他是怕 小狗狗跟他叫 那他见得少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就完全是为你不要去捐 就是他 他不知道他就是 就狮子你把他瘸起来 他明天出去也怕兔子 你知道吗 他就不知道他是狮子 你知道 兔子看见他跑 他以为 这怎么了 哎呀 还以为他要赛跑呢 他就忘记他是死 他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他怎么犯了太久了 带他出来 带他出来溜嘛 最快是跟他 如果有狗一群狗 告诉他你是谁 那你放在里面 他就可以学会 知道我们是谁 告诉你 你是狗一样的狗 你就合成的摇摇 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狗不知道 你只是把圈牙的宠物一样 拿圈牙来做 不知道他是编墓 但是狗狗一来说 你说编墓 他不去牧羊 他不是去了 他本身就台湖上是编墓了 但是什么 他没有做过 他该做的事的时候 他就不是编墓 编墓个啥 编墓是要去牧羊的 要有责任跟死命的 他没有死命感 没有责任感 都可以不牧羊 但是他要有死命感 跟责任感 就那些东西 一到站在那 他就懂得他要去 他那些事情 是他该做的 那才叫品质 是不是 没品质 他啥也不知道 对对 在他看看电影 他想起来 有小姐 那姐微信上 微信上有个人 你看看那个 报告把伯班长 咬了个大股 好大股 老师切出去 就在微华上 还有照片 切出来 有个老头在那坐着 他握着一只大股 连毛都叼着没了 他就挑衅人家 那老头不给他 他就说 我这狗跟你那个狗打一仗 输了是赔多少 去把老头说 行 赔赔吧 你说多少 那是狮子 是啊 你订了假期 把老师家脱了毛的狮子 站起来叫了一声 那个狮子就好了 哈哈哈哈 他说 你这是二狗 我头说 没掉毛姐 就狮子 高了毛不知道就啥 你又没消耗到他 他就会 很难控制 有什么 哈哈 那没掉毛姐 就狮子 我看了 太早了 超死了 挺好的 我觉得有时候看 跟小孩子一样 对 对 对 谢谢 那猫一个 猫是没啥性格的 猫不如狗 狗可以修理品质 猫就真的是没啥性格 猫就是到宠物玩吧 但是猫也会有时候有些老猫也挺厉害的 到一定时候 就是猫也就是会有一些个性吧 有些东西 我觉得有点个性好一点 猫太过了 太过分了 没啥底线 就是 他有吃的就跑了 在猫的鞋里 你说他看人是什么认知呢 他说这个人是什么认知呢 他觉得人跟他活的也差不多 也不是 狗是有两种 他认为是另外一个物种吗 是啊 狗当中他两个关系 要么你是他主人 要么他是你主人 狗的关系还见不起这个 他只是说 就我跟你相处 但是觉得你也不快了 有些狗就对主人很好 其实他是觉得主人孤独 真的不会知道你孤独的 你以为不知道 就是那日本那个老狗快死了 陪了那个主人十几年 他快死了的时候 通灵的时候 嗯 那个有人说通灵 有会听狗的语言 那个通灵就是在说 听他最后说什么 他说 他想继续照顾你 他要 他觉得你很 就是孤独还是什么 就是觉得你很难 他想 他想继续 这个视频真的假的 那个视频 我好欢迎 是这样的 狗是真的会觉得你挺孤独的 哎呀 你以为你陪狗呢 狗真的是陪你 我还挺孤独的 狗是天生 你看那个视频 那个人躺在车 狗是天生的 他忘不了你 他是很专注在情感上 他就觉得 哎呀 你为了我 我就应该跟你在一起 就这样子 他有些东西 但是他会觉得你活得不变得比他好 有些狗很聪明的 真的很聪明的 在情感方面 我觉得有些动物很聪明 就是他 他不他因为他专注 所以聪明 他他就很很敏感嘛 在情感上都行 他专注 但是在他当然不会呢 不会就像人家来去制造什么 原子弹啊 制造这些枪啊什么 他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在情感上 因为他单从专一 所以他其实很敏感的 不是有一个 我看也是 那个主人 把那个狗要扔了嘛 最后那个狗咬舌自尽嘛 他拉在车上 那个狗就自己把舌头咬下死 就自杀嘛 他会懂得那种抛弃啊 他觉得你抛弃我 他在情感上就是有些要求 他不认为你在陪 他觉得你 就是聪明的狗 那不聪明的那些 有时候有些走心走竹 真的是动物 低等的 太低等 要是自己都活不好的人 我觉得能真心的带一只动物 也不知道 他只是依恋那种 有时候 就很多人养狗 养虫就是 孤独 空虚 所以跟狗的感情啊 狗的感情好像很好 就是 其实 没有人真的去了解过 那个动物在想啥做啥 他需要啥 排不上 就是没有平等嘛 没有任何平等的东西真 能总是有优势 能总是有优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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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